喔 黃醫師是跟妹妹一起出國啊 因為剛剛大家在講家人嘛 那因為我跟我媽比較不和 所以我 那我尽可能不要跟他一起出国 我就是有自知之明 那不合的原因 就是他跟我妹比较合 所以我妹跟他 其实比较常一起出国 那不合的原因是这样子 据他们两个一口同声的描述说 为什么不喜欢跟我出国 是因为我好像是走两步路 就要拍照的人 那他们觉得没有要走两步路 就拍照 那我觉得他们跟我 会被你拖到 那我觉得他们跟我不合 是因为他们两个 是属于那种shopping狂 就是很爱shopping 然后很爱shopping到 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点夸张 那所以我们就会尽可能 就是形成不同 不过我刚刚听了之后 我后来觉得就是说 如果以我妈算是一个老人 然后跟他出国 我自己觉得是 还是弊大于力 第一个他比我还会扛东西 因为刚刚是你在扛水壶 那就是我妈好像很猛 他比我还会扛东西 然后行李 就是六十几 六十几还很强壮 结尽七十 应该算七十 算七十 然后就是他就是很勇猛 就是他会打包行李 然后很会扛行李 我跟他出门 其实我很怕跟他站在一起 让大家以为我是不孝女 因为东西都是他扛 然后我就站在旁边 然后我们在机场的那个 捕获野生不孝的黄医师 对 然后我就我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那个 我跟我妈年纪差这么多 理论上那个旋转盘 我们又是单亲家庭 你都没有男人嘛 那我应该要去旋转盘上 把行李扛下来 结果我妈都说不是 你站着我去 然后他都全部扛起来 然后就走了 甚至有一次我跟他还有我妹 就是我们去那个法国巴黎 那我们就去那个法尔赛宫 法尔赛宫是这样 那个要车程蛮远的 对啊 车程很远 而且我们三个又是自助 不是跟团 那所幸是我妹 就是英文也蛮好 也会一点点那个法文 所以我们就这样去了 那一切都很美好 就是看了很多文艺的作品 然后这个花园 真的是很雄伟壮丽的 那可是我们就要逛到这个 他里面那个 就是上钻头台的 那个玛丽皇后的 一个特别小别墅逛完之后 突然之间他外面倾盆大雨 那个倾盆大雨 就是我此生没看过 好像是那个大水桶 一桶一桶倒下来 水用倒的 水用倒的 没看过 而且还除此之外 就是还雷电交加 就是那个瞬间 会一直反省自己过往 有没有做坏事 会不会被雷劈倒 然后周边又没有遮蔽物 然后所以那种情况之下 你不太可能就是 走过花园 然后离开凡尔赛公益 必须要等那个定点的接驳车 然后等接驳车的时候就是 我们就三个在那边等 然后觉得旁边没什么人 这个一般接驳车来 一定要能够上去 结果接驳车来的时候 天哪 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 一大堆人全部上车 没有人排队 没有人排队 然后全部都上去 然后这样的情形 既然发生了三四班车 所以你们都没有挤上去 都没有挤上去 因为全部的人都挤上去 雷电交加 大雷雨这样子 大家都闪 根本就是无用之地的情形 然后我就在那边担心 我跟我妹妹想说 这样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 可以离开这里 因为真的都挤不过人家 那些就是高头大马的人 后来终于到第四班 油缘车来的时候 就我妈发挥她这个老人的实力 大妈的实力 我就看她就是把旁边的人拨开 然后说你们两个快上 所以我们才终于 开道原来是妈妈开道 对 我妈就是这样强悍的人 然后所以 其实跟她旅游也蛮好的 那刚刚有讲就是说 因为我妹她是一个 商品狂 她有一次跟她老公 就去巴黎要出差三个月 然后就很开心的就去 结果一去就病倒 就反而不能逛街 可是那个时候 都预定要去爱马仕店 这个时候她老公竟然说 因为她已经病倒 她觉得说都不太能走路 结果她老公说不行 一定要去爱马仕店 竟然 所以他们没有离婚 原因就在这边 怎么回事 然后就去 就是老公很疼老婆 对 就是知道 你现在状况是这样 可是你的心愿 明明就在那里 所以我们应该要强撑病体 就要冲去爱马仕店 还好那一次就是说 就是一定有平衡 她就真的就买到了 那个比较 比较难买的包包 不知道是凯莉 还是伯金就买到了 好 三个月之后 在巴黎 我妹当然是累积 一大堆的退税单 退税单 要好好的退税 然后她那天呢 就去退税柜台想说 就抽了一个号码牌 然后要去排队去处理 就一跌嘛 就别人可能是两三张 因为旅游的日期比较短 那她是三个月就是这样 好 这样子拿过去之后 交了那个号码牌 要给她办理退税的时候 竟然那个法国海关的人说 你刚刚有给我号码牌吗 我并没有拿到你的号码牌 这是我妹开始心里 整个火上起来 我就是要来退税 而且我等一下就要登机了 对 那我妹是一个对这个shopping 从头到尾就是要求 就是很完整的人 一定要买到东西 拖着病体也要买到 然后一定要退到税 她这时候心里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我身上 但是她耐下心来 跟那个海关人员讲说 我相信你们这边 一定有监视器 你现在把监视器调出来 我陪你一起看 一定有我把号码牌 交给你的证据 后来那个海关人员 就二话不说 就把它全部就拿起来 就是就做了 交召 第一个 她是律师 我觉得有差 然后因为她在这个法国 就是说旅游的时候 不是比较久吗 三个月 后来就走到 她的鞋子都破掉了 就开口笑了 然后她就 因为刚刚不是讲 去爱马仕店吗 她就顺便买了一双鞋子 然后就穿在脚上 就穿在脚上 然后因为行礼太多 变成说一定要多买一个 登机箱 然后她也就是说 好那这样她就觉得说很齐悲 她那一次是遇到 就是一个海关 真的把她叫住说 要 刚刚不是一叠退税单吗 好 现在来检查 这些东西 这一张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张东西是什么 她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就一个一个都检查完毕 就开箱给她检查 要拿那么多时间 要登机了 就有时候真的会遇到 然后就遇到之后 后来就遇到那个鞋子 你不知道免税品 不可以使用吗 我妹就说 那可是我鞋子就破了 我这样子对法国人太失礼了 一定要保持礼貌 一定要穿上整截的鞋子 对 那就这样 然后再指了那个登机箱 新买的名牌登机箱说 你不知道 不可以拿来使用吗 我妹就问她说 那不然请你告诉我 这个登机箱可以放在哪里 就是反问她 那对方也就 好了好了 你就走了这样 碰到难缠的人 她最难缠的应该是说 我跟她去百货公司 因为我后来 为什么跟她分道扬镳 是因为我们在日本 百货公司的经历 她是那种就是很少见 你在日本百货公司 是十点开门 她十点以前就守在百货公司门口 排队啊 排队 根本没有人在排队吧 可是她十点以前 就出现在百货公司门口 然后第二个开门就进去 大家给你鞠躬好 进去 进去之后就一直逛 一定是没有吃午餐的 然后有一次真的 她就逛到就是说 因为一直走 这家店这家店一直走 就逛到膝盖痛 我就想说逛到膝盖痛的话 就是说我们应该 要好好休息了 找一张椅子 然后休息 她说没有 我们去找那个酸痛药膏 然后就真的找到一款 酸痛药膏 抹一抹 插了再上 然后继续地逛进 好厉害 她就是非常执着 她逛会在那个 飞机场的免税店 虽然有订阅使用 她是去喝啤酒 她其他时间通通在逛街 有一次她跟我妈出国的时候 两个人终于逛到那个小香店 就有一家精品店 然后刚好看到一双雨鞋 有我妈的尺寸 然后我妈就说好 那来试试看很想买 就是尺寸都对了 那脚就穿进去了 好 准备要结帐的时候 要脱下来才能结帐 脱不下来 可是因为我们又是一直逛街 一直逛街 把登机时间抓很紧的人 这边鞋子雨鞋脱不下来 那边已经要登机了 那个店员好紧张 怎么办 这不是这笔账 账要不要做的问题 剪刀把鞋子剪掉 没有 就看起来很像卡通剧 就很像是店员 就拉着我妈的脚 要一直把那个雨漆拉出来 因为她自己拉不下来 洪费造水 索性后来是有脱下来登机 对 所以老人家很执着 我讲个真实的故事 因为我跟玉琳哥去日本 京都 等一下说好不好 很精彩 谢谢 谢谢